大家好,今天我们说下《雪中汗刀行》热播剧《雪中汗刀行》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烽火系诸侯》的同名小说 原著中徐凤年和王先知的第二次交手,是全数武力值最高的对抗了 在王先知北上北梁的途中,有四人组过王先知的行程 今天我们就交代一下,这四人拦路的初衷 第一位出现是徐凤年的红颜知己轩辕清风,轩辕清风下了必死的决心 他准备以生命偿还徐凤年的人情 也为自己的感情画一个句号 假若大难不死,精子一战,他将心中误垢 修行必将一路绝尘 事实上如果不是王小平及时截住王先知的最后一击,他已经杀千了 第二位出现的是武当剑之王小平 剑之王小平在大连画风晋升物件时又在独修建议 最终极尽升华,只一剑就刺穿了王先知的不败金身 这一剑也带走了他的全部生机 王小平会出现在这里主要是因为武当和北梁牵扯太深 一选俱损 黎阳朝廷一直支持龙虎山 打烊武当山就是因为武当和北梁的千丝万缕 第三位出现的是百年前的第一高手 竹鹿山第九代教主刘松涛 刘松涛一生不羁,却因一个女子气魔修佛 刘松涛和北梁没什么交情 但身为烂陀高僧,却理该为佛门上一炷香争一寸地 黎阳和北梁为了扩张大肆灭佛 只有徐凤年代表了北梁,是佛门的亲近地 他和王小平都抱着同样的心思 都试图寻找王先知的破绽 第四位出现的就是和和姑娘了 和和姑娘前后多次刺杀王先知 都被王先知留守却也中伤了 他最后一次挡在王先知身前的时候 已经用不了武了 他只是期望用自己的生命 最后再拖延一下 和和姑娘阻拦王先知是最无畏也最单纯的 就是一直报恩,但凡威胁到徐凤年的 就都是自己的敌人,不死不休 其实还有第五位没来得及出现 他就是徐凤年的左膀右臂徐燕兵 枪到五胜 战力直闭陆地神仙 徐燕兵深深的为徐凤年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有徐燕兵在身后 徐凤年也就没了后顾之忧 好了,这期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留言评论 大家下期见